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在今天台中的棒球場 在這個週末 從昨天禮拜五來到這裡 爆米花在這邊也要開花 請大家一起熱血一下 在夏季的棒球聯盟可以來到現場欣賞精采的比賽 同時也可以參加這個有趣的活動 大家來吃爆米花大賽 可以獲得T恤 同時也可以跟爆爆來合照來做互動 請大家可以多多的進場 來欣賞這次的一個爆米花聯盟所安排的一個賽事 我們在五局打完之後呢 現在兩邊是戰成五比三由台電戰時的領先 也請這場比賽的球評總統賽 東教練來分析一下兩支球隊在前面的一個表現 好的 這場比賽的話 事實上兩隊在前五局幾乎是局局有攻勢 關鍵還是我們前面談到的零門一角 那在第一局合作禁錄隊是拿下一分之後呢 第二局這個下半的時候 台灣電力公司也拿下一分 那從第三局的時候關鍵的就是 合作禁錄隊的兩位洋將在得點圈 前面有人的時候呢都能夠送出安打 是因為兩位呢不錯的一個中金搭者 所以打完三局以後呢變成三比一的一個局面 整個轉捩點呢就是台灣電力公司 第二任的投手吳成淵是hold住了比賽 他上來頭兩局有三K 這是整個的一個台灣電力公司 能夠逆轉的一個轉捩點 他踩住了煞車 才會有在第四局的時候 EDI的一個左外野的一個全雷打 那變成了一個三比二 那在第五局的時候眼看是兩出局 結果林耕偉跳出來 他也扮演了一個關鍵逆轉的一個角色 他打出了一個親雷的二雷安打 當時是兩出局一二雷有人 他一棒把自己的隊友全部送回來 那之後余中安靠著內安打 結果這個時候彭世穎出現了爆頭 又多掉了一分了 才會形成五比三的一個局面 那關鍵的還是在剩下的四局 要走的話 其他的這些主要的中繼投手扮演 很關鍵的一個角色 尤其是領先的一方台灣電力公司 投手的運用 是不是得以會對最後的比賽 產生很重要的一個結果